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继续地不断地在探索 后来甚至尝试了拼帖 甚至尝试潮艺 铁艺等等 其他的一些艺术样式 甚至还包括雕塑 所以这里我们今天会讲到的 一个是荣教的毕加索 我们会遵到他的一个战争题材的 一个最著名的一幅画作 就是戈尔尼卡 然后我们会看看像老顽童一样玩耍的毕加索 他怎么在和艺术玩游戏 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丰富多彩的 多面性的毕加索 好 这就是毕加索 最有他的政治立场的 这样的一幅作品 就叫做《格尔尼卡》 好 我们看一下 格尔尼卡大概是在1936年的时候 当时就准备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 好 结果世界博览会里面就有西班牙馆 而毕加索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 当时在巴黎的 就在法国的最有名的西班牙画家 这样西班牙政府就找到了毕加索 就想邀请他来为西班牙馆的 进展厅的这样一个地方的入口 画一幅画作 好 毕加索就答应了 可是答应下来以后呢 当时1936年 他一直不知道以什么题材来画画 好 结果呢 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个格尔尼卡事件 那么其实呢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么格尔尼卡呢 其实因为意大利呢 西班牙虽然没有参战 西班牙虽然没参战 但是呢 当时的西班牙分为两派政府 就是西班牙是内战 有一派呢 就是属于弗朗哥政府 那么他就比较亲 莫索尼尼就是这个法西斯 莫索尼尼的这一边 然后还一边呢 就是共和国政府 共和国政府 所以这样就分了两派 这样的西班牙内战呢 就一直在混乱 后来结果有一天呢 就在格尔尼卡这个小镇 当时弗朗哥政府呢 就实际上是勾结了 莫索尼尼政府 然后由意大利这边派了轰炸机 就轰炸了格尔尼卡这个小镇 并且呢 是在下午的时候 举办的一个平民的 有几千人参加的一个平民的集会的时候 对这个小镇进行了轰炸 所以这呢 当时呢 并不是一个军事的一个组织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而且呢 也不是一个什么军事重镇 所以这样这个轰炸行为呢 就非常的可耻 当时毕加索知道以后呢 也非常的气愤 是对平民百姓的一个 无辜平民百姓的轰炸 而且呢 当时轰炸以后呢 整个小镇是在下午 结果下午呢 因为那个炮火硝烟 这个小镇就像夜晚一样的 就是笼罩在硝烟当中 然后死伤无数 好 毕加索就决定 好 那我就以这个题材来画 所以说呢 这幅画作呢 最后呢 就是格尔尼卡 就是这样一个格尔尼卡事件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到 毕加索也用了 他的立体派的方式 或者说是象征主义 然后也加上拼贴 就所有这些手法 都被毕加索用到了 这幅画作当中 然后因为是象征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画面上呢 我没有会看到 像平时表现战争的那种 硝烟啊 炮火啊 血腥啊 这样子的 所以说呢 我们会看到呢 是用立体派的方式 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的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 在画面的前面上面 比方说这里有 像眼睛一样的灯 像眼睛一样的灯 然后预示着一个照亮 照亮一切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然后我们这里会看到有窗户 窗户呢 有一个人伸出来 伸出头来 在喇喊和呼救 那么同时呢 又伸出了一只胳膊 然后也拿着一盏灯 好 意思就是好像要照亮一切 要把这个很黑暗的 被轰炸的 这个 这个 就是已经血肉模糊 看不清楚的 这样的 所有的这一切呢 应该把它揭露出来 要用灯把它照亮 好 所以说这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揭露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几个主要的 比方说中间的马皮 那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马皮 它非常痛苦 明显呢 它的中间呢 是被撕裂的 被一只手撕裂 被撕裂 那么马皮呢 其实是象征着人 象征着人民的权益呢 被撕裂开 然后而且呢 马皮的身体的部位 马皮的身体部位呢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小树线 然后这个小树线呢 实际上也象征着 它有一种文字 或者说是报刊 杂志或者是等等 就是有一些这种 或者说包括媒体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象征 那么实际上也象征着这些呢 被这个权益呢 被遭到了损坏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给表达 然后需要把它给揭露出来 好 这边画面我们好 也可以看一下放大的局部 我们看一下放大的局部 好 我们看 这里呢 这个人伸出头来呼救 然后我们看下面有一个门 然后有一个女子 然后呢 他匆匆忙忙地跑出来 甚至衣服都没有穿好 大家看一下 衣服都没有穿好 就赶快要跑出来逃命 然后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 大家看一下他的手掌纹 这个地方的掌纹 我们会看 可能不了解的人就会以为 这就是我们手上的几个掌纹 其实不是 这个呢 是和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 他的掌纹 是有联系的 是有联系的 然后而且这幅画作呢 和之前西班牙 还有一位宫廷画师 叫做戈亚 然后戈亚呢 曾经画了一个 5月4日的枪杀 然后在那个作品里面 当时拿破仑的军队 拿破仑的士兵 在枪杀西班牙的 无辜的平民百姓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把手掌摊开 然后枪杀 他的人非常近距离地 把枪指着 那个人的胸口的时候 那个人手掌摊开 然后他手上的纹 手上的纹路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毕加索这一幅 也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毕加索也在向戈亚学习 而且毕加索本来就对戈亚 这个画家呢 就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这些作品里面 有一些暗含着 像大师的作品 自尽的 这样的一个意味 当然最后呢 毕加索的这个作品 也成为了大师级的作品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个细节 好 我们快看到下面 下面呢 我们会看到 有断了的胳膊 然后手里呢 拿着断剑 甚至旁边还有花朵 表达纪念 但是因为呢 它是象征的 或者说是用立体拍的方法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 太过血腥的表达 没有那样的感觉 好 我们再看这一个放大细节 我们看这个放大细节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会还看到 有一个人在呼救 然后他把手 完全举得仰到天 然后头也是 头顶朝向天 然后正在拼命的呼救 好 好 我们看看这是画面的另一边 在画面这一边呢 我们看到 这个更放大的马皮被撕裂 或者大家会看到 很明显的上面的小树线 可以看到 明显的小树线 然后被撕裂的 痛苦的 这样一个马皮 然后这边呢 还有呢 流头的象征 然后流头呢 实际上呢 在这个西班牙 或者说在他这幅画当中呢 其实象征的是法西斯 象征的是暴行 象征的是暴力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流头 他没有太可爱的表情 然后鼻子眼睛 都不在他该在的位置 然后毕加索曾经这样说 他说如果我把眼睛 放在他该在的位置 你就不会去注意他 正是这样才能引起 人们对这个图案的注意 对这个图形的思考 好 然后下面呢 我们看到的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母亲 然后这个母亲呢 他非常痛苦的养着头 然后我们看 好 我们看这个放大图 然后这个母亲呢 非常痛苦的养着头 然后他抱着他死去的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 就是在这一次轰炸当中 失去了生命 而且非常小的一个小婴孩 然后母亲很痛苦 仰天长笑 然后下面我们还看到 断了的头颅 刚才前面还看到 断了的胳膊 等等 然后包括这个 断了的胳膊上面的手纹 也是我们提到的 类似的 好 结果这幅画 画好以后呢 当它展出的时候 其实人们对它的反应 不是太好 因为人们还是不太习惯 用这种立体派 包括拼贴 所有象征等等 这样的方法 来表达战争题材 人们太习惯于过去这种 表达战争题材的作品 但是后来呢 经历了很长时间 也可以说 在最近几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绘画艺术 或者现代艺术的 发展过程当中 格尔尼哈这幅画呢 后来还是成为了 近现代 能够代表战争题材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品 而且呢 毕加索会说 当时就说 他说如果说 弗兰哥政府 还是继续执政西班牙的话 他说那么 这幅画作 将不能回到西班牙 这是毕加索当时的 一个政治立场的表现 而且呢 这幅画作呢 因为是在1937年展出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 仍然在进行着 然后结果展出的当天 毕加索也去到了现场 然后当时呢 还有一位纳粹军官 也去到了现场 看到了这一幅作品 然后当时呢 那个纳粹军官看到 毕加索在旁边的时候 就过去和毕加索说话 他说 这么说这幅画作是你画的 然后毕加索说 不 是你们画的 他说是你们做的 好 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言行 以及包括这一幅画作的表现来看 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可以看出 毕加索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 好 然后下面我们看到这几张照片呢 是毕加索在画格尔尼卡时候的情景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呢 毕加索是和朵拉玛尔在交往 而朵拉玛尔呢 本来就是摄影师 所以这样呢 朵拉玛尔就记录下了非常多的 毕加索在做这个格尔尼卡 这幅画作时候的这样一个现场的情景 所以非常珍贵的资料啊 这些照片真的非常的珍贵 好 然后这幅画作呢 现在呢 基本上成了毕加索 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表达战争题材的 这样的一幅作品 然后大概呢 是在1949年的时候 毕加索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然后在1950年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呢 就邀请了毕加索 邀请了毕加索 为这个大会呢 做了惠惠的设计 就是那个少女和鸽子的 那个那个图形的设计 而且呢 当时呢 为什么要邀请毕加索 因为毕加索是那个时候 最有钱的共产党员 因为毕加索那个时候呢 名气已经非常大 好 大到什么程度 毕加索是 在他之前啊 哪个艺术家 如果说他的作品想收藏进卢浮宫 如果他没有死 没有这个 还活在世的话 他想他的作品呢 是不可能被收进卢浮宫的 那么毕加索是第一个活着 亲眼看到自己的画作 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 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 毕加索在这样一个 现代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的地位 是绝对绝对不可小许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几幅毕加索 其他的作品 这一幅是 这幅作品在展出的时候的 这样一个情景 我们看到尺寸非常大 好 毕加索曾经说 弗兰哥政府执政的话 这幅画就不能回到西班牙 结果后来呢 直到1985年 就是毕加索去世以后 到1985年 弗兰哥政府才下台 然后这样呢 后来西班牙政府呢 就和当时呢 这幅作品是寻展到了美国 在美国展出 结果西班牙政府就和美国 就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涉 然后最后呢 这幅画还是就回到了西班牙 所以现在呢 我们是可以在西班牙 去看到这幅画的真迹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几幅毕加索 很有趣的作品 我们说像老顽童 像顽童一样的毕加索 比方我们看这幅作品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幅作品叫做 母猿与幼子 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这个作品 好 有没有同学发现 这个母猿的头部像一个什么 是不是像小汽车呀 其实呢 就是毕加索 在和他的孩子们玩耍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孩子玩的那个小汽车 然后我们说 毕加索在陪孩子玩 可是毕加索也像一个孩子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小汽车 安到了母猿的头部 然后似乎还不是很违和 对不对 然后一眼看上去觉得 还蛮协调的 挺像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老顽童一样的毕加索 或者说是一个幽默的毕加索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一幅作品 就更有名了 在他的作品里 好 大家看他像什么 像牛头 对不对 确实 这幅作品就叫牛头 可是呢 我们看他取材于什么 他是不是 那个老式的自行车的把手 和座椅呀 好 毕加索把这两个 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一个自行车上的零配件 然后和牛头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毕加索 可以说他为艺术做的最大贡献 所以不在于他的画作有多美 他的画作有多么的赏心悦目 而在于他让人们引起思考 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为什么可以联系起来 一个东西 他的功效 他的作用 只有仅仅就是我们习惯使用的那个功效吗 你可不可以发现 这个东西的另一种美和另一种功能 好 当然有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 有的人说 这不就是废物利用吗 可是他是第一个 做这样的废物利用的人啊 好 我们看这张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是在毕加索的家里 他把这个牛头挂在家里 我们说这样的废物利用 是值得提倡的 对不对 好 然后老丸童毕加索 毕加索因为是西班牙人 他非常喜欢斗牛 这是他一次在家里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即兴表演的斗牛 然后被拍下来的照片 所以我们看到 毕加索是一个 一辈子他都不断地挑战自己 然后他不会是沉浸于一个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毕加索 而且毕加索实际上在他成名以后 在他三四岁的时候 当时呢就在巴黎的艺术界 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一种经纪人制度 那么就是有一些 有些人呢 他会看中某些艺术家 他会投资这个艺术家 然后就买断这个艺术家一年 或者是两年 甚至是五年他的这样的一个绘画的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比方说他会投资某一位 我一年就给你多少钱 然后你在这一年里面 你画的画的所有的 我就给你这么多钱 然后你的画呢 都归我来卖 好 但是呢 他没有规定你画多少 你画一幅也可以 你画十幅 一百幅也可以 所以这样呢 就保证了一些画家 他的正常的收入 其实是好事 对不对 但是当时就有一个现象 有些画家 他一旦被投资以后 他就画不出画了 或者他就不想画了 因为他一时无忧了 他不想去画画了 好 毕加索在那个时候也被人投资 可是呢 毕加索不会受这些的干扰 毕加索当时呢 就一下子玩紫意 一下子玩陶意 一下子玩拼贴 一下子剪紫 然后一下子有什么铁意 他就不断地在尝试和变化风格 还有些艺术家被投资以后 他就不敢变化风格 因为他怕他变化了以后 市场就不需要他了 他怕他变得不好 但是毕加索从来不会受束缚 所以他是非常自由的 他不会被外在的条件所约束 大家看到 所以毕加索自己 他活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不受约束 自由自在的 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 这样一个艺术家 而且也是一个敢爱敢恨 敢画敢写敢做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好 下面呢 我会给大家看毕加索最有 也不说最有趣啊 或者说 我在讲了这个系列以后 我发现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一个叫做公流系列 而且公流系列呢 其实出自于他的草稿 在他的草稿本里被发现的 可是我讲了以后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好震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毕加索 住于1945年12月5日 那么他画了一个 真的是很草图的公流 草稿公流啊 好 第二个版本呢 住于1945年12月15日 大家看一下10天以后 他画了公流 这个公流是不是进步了 写实了对不对 会比较写实一些 具象一些 可能这是我们大多数人 比较喜欢看的 这样的公流 好 然后到第三个版本是 12月18日 那么也就是三天以后 好 这个公流最写实 我们会看到 包括毛发 包括肌肉 骨骼等等 所有都比较写实 这个公流 好 然后到了第四个版本 12月22日 他就开始 用立体派的方式 对这个牛开始 刨钉解牛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牛的身上 用立体派的方式 去解构它 大家看到 解构线很明显 好 这个时候开始 毕加索的风格出现了 好 我们再接着看 第五个版本 坐于12月24日 圣诞夜 圣诞夜 好 我们看这个牛 是不是更简化了 好 继续地简化 好 到了第六个版本 简化出线条了 然后黑白明暗 还有一点 但是呢 基本上是 线条开始出现 好 到了第七个版本 好 第七个版本 和第六个版本相比 它好像又复杂了一点点 对不对 你会看到画家 他其实在画的时候 他在不断地思考 他怎么样去抽象它 怎么样去简化它 怎么样去抽离它的结构 怎么样分析它的结构 所以在第七个版本里面 其实在这个思考过程当中 有反复 好 我们再看第八个版本 好 第八个版本又继续简化 这样呢 就导致第六个和第八个 是很比较像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九个版本 好 这就是第九个版本 第九个版本 就完全是线条了 已经没有黑白 没有任何的 这样一个黑白名案 好 那么第十个版本 就继续抽象成线条 对吧 从我们现在来看 你说这像不像简笔画呀 有一点像 对吧 好 简笔画的形式 可是呢 第十个版本 还不是最后的版本 还有第十一个版本 好 那我们这里停两秒 如果还有第十一个版本 继续做 那我们视频前的同学 你会怎么简化这一幅作品 你会剪掉哪一根线条 综合哪一根线条 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好 我们让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 给大家两秒钟的时间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第十一个版本 我们看一下 好 这就是它 第十一个版本 我们看看 第十一个版本 你会发现 再也不能剪了 对不对 剪到再也不能剪 你说再剪 它就不是公流 对吧 因为它是一头公流 所以说任何地方 任何一根线条 你都没有办法再剪单了 好 这就是毕加索 如果我直接把第十一个版本 展示给大家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 这没有什么奇怪 你觉得现在这种剪笔画 好像非常多 可是我们看到了 它整个绘画的过程 而且在毕加索的画作 我们前面包括也看到一些 特别一些非常抽象的 这样一些 包括它画的女性 多拉玛尔等等 这样一些画作 很多人会觉得 这么几何画我也能画 毕加索之所以这么画 是不是他不会画得那么好 其实不是 毕加索是这样说 他说我14岁就能画得像拉弗尔一样好 之后我用一生去学习 像小孩子那样画画 确实 14岁的毕加索当时就考入了西班牙的美术学院 然后毕加索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位美术老师 所以说毕加索在小的时候 他父亲发现他有绘画天赋以后 就很小的时候就发现 然后他父亲就严格的训练毕加索 所以在毕加索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有一个遗憾 毕加索说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画过儿童画 因为太小的时候 他就被培养着 就严格训练 要按照这个一步一步的这种严格的素描色彩油画 这样子去画下去 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像小孩子那样 可以随心所欲的画 所以这样呢 当他在20多岁的时候 当他可以有能力 然后呢去反叛于父亲过去所交给他的 然后包括传统的这个美术学院所交给他的 这样一些技法以后 他可以说 他真的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去像孩子那样去学习 自由自在的表达 所以这是毕加索非常难能可贵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 20多岁以后 毕加索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去反抗他的父亲 当然父亲可能只是一个权威的象征 他反抗的是整个过去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形式之下 他用了一辈子去反叛他 所以这才是毕加索 好 刚才的牛我们看一下 这是他的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 我们从第一副看到最后一副这个过程 其实非常令人感动和震撼 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个 BBC的一个影片 当时在讲述一个现代艺术家 然后因为那篇看了很早 也不太记得讲了谁 但是我记得当时那个艺术家就现场 就五分钟 因为有记者采访他 他就当着记者面五分钟画了一幅画 因为他很有名 然后他只花了五分钟画那幅画 结果后来那个记者当场就非常的吃惊 记者就问他他说你知道吗 你只花了五分钟画的这幅画 他说你知道你五分钟画的这幅画 你可以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画家说了 他说是的 我只用五分钟画的这幅画 可是这五分钟里 我用的是我一辈子的修养 好 这句话大家也可以仔细的 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思索一下 好 最后呢 我们在这里结尾 这里呢 我选了我们曾经在同学的一篇论文当中 他写到了关于毕加索 而且我们从毕加索的照片里 我们会经常会看到 最吸引人的是不是他的眼睛 毕加索的眼神 毕加索的眼睛 真的是可以看穿一切的 这样的一个眼神 然后后来这个同学呢 在这篇论文当中这样写到 他说看着毕加索的眼睛 如果你不想被他吸进去 那就像他一样看回去 用他看你的那燃烧的眼神看回去 像他一样为了梦想把画子点燃 好 然后丰富多彩的 然后才华横溢的这样的一个毕加索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不管说他的画作的 绘画风格的多变也好 然后他的和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 这样一个浪漫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爱恨纠缠的这样的一生吧 但是呢总之呢 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这些画作 然后我们从毕加索这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毕加索的身上 他那种不屈不劳 不断地探索 然后不断地有新的风格 不断地敢于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其实真的可以鼓舞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好 我希望在这一块呢 我们都可以受到更多的感动和感染 好 今天呢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